好 说到天气冷 很多人都会使用暖暖包或者是电暖器 但是要小心可别被烫伤了 医师就发现 不当使用这些产品被烫伤的民众增加了五成 因为像是暖暖包还有电暖器 平均温度呢是有五十度 皮肤如果直接接触长达十五分钟 很容易就会被烫伤 全台湾冷嗖嗖 民众围巾 手套大衣 纷纷出炉 天气冷很多人都会使用这种暖暖包 但是要特别注意哦 加热过后的暖暖包五十度以上的话 会让你的皮肤烫伤 皮肤科医师就发现 入冬后不当使用保暖品烫伤的病患增加五成 因为暖暖包最高温可达六十六度 平均温度少说也有五十度 如果皮肤直接接触五十度热源超过十五分钟 就可能烫伤 他是穿在这个裤子里 就皮肤接触到 对啦 烫伤 然后一个大大洞 不止暖暖包 睡觉时常用的电毯 也不要直接接触 暖暖包使用上得用毛巾包覆 放置衣服或口袋内 电毯温度应设定上限 四十五度C 隔着棉被或毯子使用 电暖器需要保持三十公分以上的距离 每十到十五分钟就得转向 冬天要保暖也得注意安全 这位是刘洁的教育台北 采访报道